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回到第八场赛事 一号码超卫星曾经去过重化 五号码折捕 这些码刀少少走过来 九号码的码宝 当然都是健康重新出现的问题 三番千亿的短图 一六十状态fit 四就初戴环形口暗铁架 先看一号的超卫星 罗富全的码下了码定基 骑上来都弃定实行 前一场好像跑得很远 好像上一场接一条纜 但是今季懂得赢 挺好表现的码 好了 加州海哥 那当然这些一定有些班 好了 这次硬正点 角栗 收拾好档 不行的 一千二百五磅 一斤立了他不会追人的 你要看头段的 三号就是美影杨飞 他都稳定的 现在阵几场都叫冲上来 有掌描名字 不过他跑法力被动 就产底一点 很多时候要好后追上来 那看一条Alan来不来追 田泰岸 对他 那条跑线可能 那你要看他 不要紧 第八场你看他前面守风 先看他 好了 飞虎海船近镜头 这只我真的一样 卖有些撩身 又转马房 这只马出跑道先 出跑道 我想他都很难搞 接着看这些截报 看一月至月初 都曾经停过功夫 在那边 试杂也好 跳也好 竖起了尾 走势都很不稳定 跳下跳下 像上去 一样的 神医飞马 现在 右前腿不良于行 曾经退出过 但第二天已经骑回 相隔的时候 隔两个礼拜 神操就没什么 配件这些一向都多 现在莫雷拉一档 跑高很多 身路就是奋斗红材 伟达士 占入街景 一马試起来 这货都试得不错 跑了两场 第一次转来谷草 未知数 上一局都拼他 不过转弯很远 重口一马 好了 红酒之宝 这些是树起的尾 它不是金火会是这样的 不是很协调的 我觉得开这一部都还是 那就是孖宝 可以再火气 旺盛一点 再锐一点 卖梅之后火 泥杂回来 其实有点退 不是最烧的时候 这只顶手顶脚的了 你现在见他挨了去 左边又右边 这样 飞得交惯这只 你真是 三板 第八场好像 那些马就有点重心 因为超威星 这个路程三边 一Q 摆到判顿有个好档 前一次 不知为什么 莫雷拉上次摆到尾 有个第二 对手不算是怎么特别强 很跑这个档 主要对手 我是两匹 一只是神兴飞马 一档这个路程三边 莫雷拉 上次你说 有退出過 但是很快就復貨 因為早上跳沒什麼大問題 那雪戰神區就FIT 不過它不是一隻很容易贏 它都平均兩季左右才贏一場 有隻看不透就是七六的奮鬥紅材 不過就十當 我覺得不是很安心 第一次包包抹地 不過這些馬你如果很分頭 你先拖著它 或者可以留意一下它走勢 好像簡單一點 到時執生 看環境 看必拿哪些抹膽 圍著那個框 當然是一 超衛星 二 加州 海哥 然後六 那隻神希飛馬 再撐著十 雪戰神區 表面上現在在這個時刻 就是雪戰神區好像被動一些 好像很惡罪 人家那些馬是有能力而排好 不會虧到讓你跑 就算你讓榜 你也很難追 那隻雪戰神區暫時就 就是贏面會低一點 那你就撐了 一 二 六 你看看哪隻高一點 但是較為年輕 我覺得一號馬 我很喜歡羅富泉 想重化我的馬 這些是搞得很好的馬回來的 所以就超威星先 這組賽事也有初出馬 先看看血統底細 飛虎海船的肥 Captain L 這系馬就在香港比較少 可能南飛馬關係 但現役跑的馬 有匹馬上喝彩 Captain L自己服役的時候 就很莫國堅尼大賽的冠軍 贏過9場頭馬 贏過9場頭馬 贏馬途程直介乎1000米到16米 至於飛虎海船的武系 曾經贏過4場賽事 由16米贏到2600米 武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就中距離馬 長些路程的馬比較多 短途馬就不算很多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為何飛虎海船 可能是初期跑短途開始 但跑一跑會轉路程 中距離賽或者長路程的賽事 更適合他發揮 飛虎海船來香港之前 在南飛的凱尼玉斯馬場 上過5次 贏過1場頭馬 贏馬是1600米的賽事 由於凱尼玉斯馬場 跑左轉賽道的賽事 所以右轉賽道還未跑過 直路賽的跑過 但跑過一次是第四 不上名的 霍利時馬皇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不算太飆青 一出即勝馬 這兩季暫時未見到 但上季有兩匹初出上名的馬 兩匹都不錯的馬 他們分別是甲苑和戰紅3000 戰避 戀的馬皇帝